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一期我们讨论了预言架 这一期我们会讨论女巫猎人白痴守卫以及兽笔特 那么不管你摸哪一张神牌 那么作为一张神牌 有最重要的两点是一定要牢记的 第一就是正确使用你的功能 第二点就是隐藏你的身份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正确使用你的功能 那么作为女巫牌 你在整个游戏中是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 那么毒对人和救对人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不同的救人轮次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说你可以救冤家 比如说你可以用来救中后盘 一个你认为比较好的身份 那么简单来说 你只要认为他不是自刀的 他不是狼 又可以增加好人胜率的 其实都可以使用解药 那么相应的毒药 毒药的使用方式也比较简单 第一种就是有一匹狼 汗跳女巫 他冒充你的身份 想要去做什么坏事 你可以直接在晚上的时候毒掉他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没有人冒充你身份 但是你感觉这人一定是疲劳 你拿他没办法 但是你手上有瓶毒药 你可以开药给他把它给毒走 那么具体的情况可以在战局中去衡量 猎人的发动时机是阵王翻牌之后发动的 一般来说 整局之中猎人很有可能是最后倒牌的那张神牌 但不管你什么时候阵王 那么作为一张猎人牌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狼位 坦白说猎人代言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留给猎人往往是最难的难题 就是引狼牌 那么这个只能在实战中根据实战的技巧 我们用案例然后来分析讲解了 那么这里就给大家牵引这个概念了解一下就可以 守卫牌的使用呢就比较有技巧性 因为守卫可以空手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认为第一轮相对比较安全的话 你可以选择空手 可以选择空手 那么选择空手的话呢好处在于下一轮根据战局的引导 你想守谁都是比较灵活地动的 那么在游戏的中后盘那么能否守到狼人要刀的这个身份 就是守卫牌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功能了 如果你能守到一到两次平安夜 那么基本上狼人就可以交易好了 丘比特牌 丘比特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牌 因为呢他有自己的情侣阵营 在游戏结束或者翻牌或者明示之前 丘比特总是不知道自己连的两个人到底是好是坏的 所以在丘比特的眼中呢 他总归是帮自己情侣的 他的发言呢不一定是倾向绝对的好人阵营 或者好人阵营 他是去帮助自己的这个情侣占据场上的主动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张能够左右局势的张牌 甚至丘比特牌也可以焊敲一张原价 等等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战术 白痴牌 白痴牌没有特别的功能 简单说他就是翻开牌 证明自己是白痴牌 且不备出击 那么聊到白痴这张牌呢 我就想提醒大部分的玩家 我们不能因为摸到神牌去宣扬自己是张神牌 比如摸到牌就说 我是女巫 我是猎人 我是守卫 我是白痴 没有意义 整个游戏的中前期啊 是以预言家以及汉跳狼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分辨预言家 站队 好人站队 站在哪一边为核心的 那么你如果跳一张神牌 一定要打出你的这个目的性 和打出你的实战价值来 比如牛救了一张人 这张牌是一张至关重要的 大家搞不清好坏的牌 那你可以出来替他证明身份 对不对 或者说已经有人跳白痴了 在游戏的中或者是偏后半段 有人跳白痴 有人跳猎人 并借助此身份 做高自己身份 要除掉别人 你才可以暴露自己身份 所以对于一张神牌来讲 做对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隐藏身份也很重要 因为游戏呢 只需要一个焦点 在当人焦点 不是你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把自己的信息 暴露出来 成为一张焦点牌 那么掌握了这一点呢 你就是一个终极的 有一定水平的神牌了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个人公众号 几微博 对本视频有任何的建议与意见 都欢迎与我讨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